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弱胆小的表现 面对如此的侮辱竟然不知反抗 男子和大丈夫的颜面扫地 但从长远来看 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的行为并不是单纯的没有骨气 他成为开国大将 又被封王后 衣锦还乡 见到当面侮辱自己的屠户并没有杀他 而是给了他一个观作 由此来看 韩信年少时面对侮辱时的懦弱 并不是胆小无能 而是经过深入四量做出的举动 试想一下 如果当时的韩信没有经过思虑 那对侮辱在愤怒中杀掉屠户 那在当时秦朝严苛的律法下 他的一生就此结束了 就不会有后来的兵先韩信 韩信面对侮辱时的谦卑 怯懦实质上是明智的选择 小不忍 乱大谋 头脑清醒 胸有大志的他 终究不会因为几句挑衅 而断送自己的前途命运 在韩信大半生的军事生涯中 他在对战敌人 行军打仗中 也是处处表现自己的谦卑 在楚汉战争的维水之战中 韩信一次带兵与楚国大将龙且对峙 面对敌人 韩信并没有第一时间示威 展现自己军队的威武与杀气相反 他再一次露出了怯懦的意思 在两军对峙时 汉军按照韩信的命令 做出一副军容不整 疲惫不堪的样子 汉军战斗力低下的样子 果然迷惑了对手 龙且认为应该趁机击破汉军 带领楚军越过围水 发起进攻 就在楚军渡河一半时 韩信率军突然袭击楚军 楚军没有料想到 看似无能的汉军居然有如此强的战斗力 大败而归 韩信在打仗上的谦卑 让人意想不到 看似示弱 实际上却是暗藏力量 兵者 鬼道也 这句国语很好的说明了 用兵时的虚虚实实 真真假假 韩信面对敌人时的怯懦 除了迷惑敌人 还是一种自我提醒与激励 大战在即 任何淡漫与疏忽都可能导致失败 损兵者将 韩信正是用这种谦卑 甚至在对手面前的怯懦 来提醒自己与全军将士 不要过于得意 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直至胜利 韩信的谦卑姿态 在军事上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骄兵必败的道理 敌军从警惕到怠慢的心理活动 被韩信运用的炉火纯青 这种为人处事与面对敌人 是保持的谦卑 使得韩信能够生存下来 不会因为气焰嚣张而被打压 也不会因为骄傲自大而败在敌军手中 拥有谦卑甚至怯懦的姿态是大智慧 二 韩信的高傲 功成名就的得意忘形 如果说韩信的成功归功于 他前期保有的谦卑与虚心 那么一代名将最后惨死于女人之手 便是源于他的高傲 与他的最初的谦卑 谦然相反的高傲 功成名就后身居高位的韩信 渐渐在得意中放下了自己小心翼翼的姿态 露出了人性中的另一面 韩信攻下其国后 心中的享乐主义开始滋生 忘乎所以的他 居然自立为王并派人通知刘邦 这一大念不道的行为让刘邦极为不悦 韩信之所以没有在自立为王后被刘邦杀掉 是因为刘邦考虑到天下未定不能杀大将 但这件事也成了君臣之间的裂隙 为韩信后来的悲惨结局埋下伏笔 建功立业后的忘乎所以 身处高位时的目空一切 韩信的高傲在面对刘邦时逐渐显露出来 当不再面对敌人时 韩信原有的谦卑与虚心便没有了 骨子里的傲慢与傲气占据上风 他的这一性格特点 其实在年少时就已经有端倪 几乎与他遭受屠户的胯下之辱的同时 韩信的母亲去世 家境贫困 无法为母亲发丧的他 却认认真真的选了一处开阔的高地 为母亲做目的 为的就是要等自己出人头地后 要万户人家为母亲守灵 虽为一介不一 贫穷潦倒 甚至都拿不出前为母亲之伴丧礼 韩信却在自己的举动中流露出鸿湖之质 身为不一的不甘心 身处贫困仍旧心怀大志 韩信开始展现出 不同于面对胯下羞辱时的高傲姿态 气节骨气等占据了他人格的上风 把目光提前投向西汉初年 韩信被刘邦受益缕后杀死的那段历史可以看出 韩信的死于高傲 在年少时期就已经可以看出苗头 在穷困潦倒中还能保有这么孤傲的心态 梦有之后的功成名就 悟空一切 同样是在年少 时不果腹的韩信有一段时间 经常去南昌亭厂家里蹭饭 久而久之 亭厂一家开始厌恶他 亭厂的妻子忍无可忍 一天早上故意没有做早饭 等到韩信来时 对他冷眼相对 韩信一见这情景 心中的高傲尽头又上来了 也不服软 竟然头也不回地走了 而且还摆出了一副生气又决然的样子 看到这样的韩信 我们或许会嘲笑他的没出息 或者脸皮天天去别人家蹭饭 没有蹭上饭 还给了主人家脸色 一个穷小子还保持着高傲 的确没有必要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 韩信一生持有的高傲姿态 在这里可见一般 就算填补饱肚子 也不能放下脸面与尊严 人在逆境中的作为 恰恰可以反映他真正的性格与品质 于是将韩信的身上贴上高傲的标签 很是恰当 三复杂人格下的辉煌与凄惨 细看韩信的谦卑与高傲 混杂在一起的复杂人格 可以看出他的谦卑用在厨师上 他的高傲则用在代人上 两种看似矛盾的性格 如何在一起 成就了韩信 也毁掉了韩信 而他这种复杂性格的造成 也是有原因可以追寻的 韩信的谦卑甚至是怯懦 来源于他从小所受到军事教育 据记载 韩信的母亲在他很小时 就教授他孙子兵法 在后来多年的戎马生涯中 韩信也在深入地钻研孙子兵法 这套军事理论中包含的怯懦思想 从根本上影响了他的用兵之道 使得他在打仗面对敌人时 永远是一副谦卑的样子 从不露出高傲姿态 从不倾敌 这样的教育对于韩信的处事 是有根本性因影响的 在用兵上遵循谨慎细心的原则 韩信一生打过的战争中 胜多败少 卓越的军事才能也让他 在后世享有兵先美誉 但与此同时 韩信在待人接物上的缺陷 也显现出来 过分地高傲 一味地目控一切 加上在建立汉朝征战中的 功高盖主于刘邦本来就有的猜疑 将大将韩信的生命送上终结 韩信的才能与胆识是出众的 但他在乱世中 却缺乏藏住锋芒 明者保身的智慧 这种智慧在现代社会叫做情商 韩信在面对刘邦时 面对朝廷的同僚时 如果表现出的态度 多一点谦卑与怯懦 把当年在行军打仗时的谨小慎微 用在人情事故上 那这样的韩信就会得一善终 结语 一个辉煌历史人物的生平 给我们留下了研究的素材 也留下了等待发掘的智慧与道理 以史为鉴 可以明得诗 以韩信的一生为鉴 可以学习到一些厨师的道理 韩信是成功的 成功源于他的谦卑与怯懦 但后来的韩信又是失败的 失败源于他另一面都 人性就是这么复杂而奇妙 关于修炼自己的品性 也是值得我们不断学习 不断改进的地方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